最近在我国呢上线了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车款的销售数据 这个是在2012年之后 MAA不再公布马来西亚汽车销售数据之后 很难得可以看到的数据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做一期特别的节目 来看一看目前马来西亚市场六大畅销SUV 他们有谁呢 因为最近呢这个SUV风潮真的是太强了 所以相信这一期节目大家应该都会很注意的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们喜欢这一期节目 记得先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下 OK 现在我们正式开始我们的环节 先讲一下第六名的SUV是谁 马来西亚第六畅销的SUV呢是一款日本的SUV 我相信不用讲大家应该都猜到是谁的 没有错它就是HONTA CR-V 根据数据指出呢 它在今年截至8月31号呢 卖出了7346台 这个数据呢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厉害对不对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一点哦 CR-V 会在今年换代 这辆车其实已经从今年的下半年也就是7月开始呢 逐步的减产 我们查回之前它的销售数据呢 它一年要卖这个1万台并不是问题 可是讲真的啦 如果只是到8月31号它可以卖7000多台 也是很了不起的对不对 然后重点是听讲这款车会在今年的12月呢 推出大开款的车型啦 然后预计会有1.5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还有2.0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供大家选择 如果说大家觉得现在这个CR-V 的 Discount很多想买的话 其实还是值得的 因为这台车不仅动力强劲 油耗出色 空间表现也很大 完全非常的适合这一个家庭使用 我自己之前也开着这台车跟我的家人去度假啦 大家想看回这辆车的一些感受哈 可以点击我之前的影片 在这个榜单里面没有国产车是不对的对不对 所以第5名的车款就是我们的国产车Proton S70 这款车自2018年的年末上市之后呢 在本地的销售成绩一直都是顶呱呱的 不过因为已经销售了一段时间啦 加上这个外观设计大家也看得很多了 所以在2023年开始它的销售成绩就开始出现下火 截至2023年的8月31日 这款车卖出了7890台 其实这个销售成绩严格来讲还是不错的啦 不过呢这辆SUV我必须讲老实话 如果你是以一个性价比作为出发点的话 它还是很值得购买的 因为目前它的价格大概是13万令吉左右 你就可以买到很好的隔音表现 还不错的空间还有很丰富的配备 重点是有涡轮增压引擎 分别是1.5公升跟1.8公升可以选择啦 不过有听说这一款车会在今年稍后 或者是明年年初推出小改款车型 这个小改款车型改了什么 我们之前同样的也有做过影片 大家也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看我们之前关于这个 S70小改款的新车预计影片 所以 请点击下转啦 来到了第四名的环节呢 它也是一款日系的SUV车型 而且在全世界的市场呢 包括欧洲 包括中国 包括北美 包括东南亚 包括台湾 都卖得非常的好 我讲到这样 大家应该也猜到是哪一款车了 没有错 它就是Toyota的Corona Cross 虽然讲在马来西亚市场的这个竞争 非常的激烈 但是Corona Cross呢 还是杀出了一条血路 根据统计 这辆车在截至2023年的8月31日呢 它卖出了1万990台 突破了5位数的大关 其实这款车有这样子的表现 其实也不奇怪啦 首先Toyota的精致招牌就在那里了 然后第二点就是这辆车主打的就是舒适 而且它是Toyota很少有的这种类型的SUV车型 所以自从它发布之后呢 这款车的销售成绩真的是一级棒 而且在2022年的年初呢 他们还发布了CKD的车型 不只提供了1.8L的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1.8L的混合动力引擎 而且据说目前这款车有Discount 如果你是买到1.8L自然进气的版本 扣4千块左右 然后1.8L的混合动力版本扣6千块左右 以上都是一些销售员给我的数据啦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货币参加 OK 要讲的就是那么多 这辆车我们暂时还没有做到影片 不过很快就会为大家送上 所以大家记得Subscribe我们Channel 期待一下 终于来到前三名了 大家猜猜看第三名是什么车款 3.2.1 你猜到了吗? 没有错 它就是HONDA HR-V 其实自2015年HONDA HR-V 登入马来西亚市场以来 它一直都是马来西亚市场最畅销的SUV 不过很可惜的是 在2020年之后呢 经历疫情影响还有这个零件短缺的问题 目前HR-V的这个产量呢 其实还是比较有限的 所以影响了它的销售成绩 但是它依然还是马来西亚市场 第三畅销的SUV车型 截至2023年8月31日 它的累计销量为12,369台 这个成绩好像还不错对不对? 而且其实这台车曾经创下过一个佳季 我没有记错的话 在2023年的4月 那一个月份它就交了3,300台 它跟那个时候的SUV冠军Proton S54 只差了200台左右 后续是因为产能跟零件的供应 导致它的产能比较低的 不过目前为止呢 这个HR-V 每个月还是可以维持1200辆到1600辆的这个产能 供应给消费者 听讲很多消费者还在等这款车啦 所以证明这款车的销售成绩其实也不错的 而且重点它的引擎配置也很多 好啦这辆车我就不讲太多啦 同样的想了解更多这款车 点击上方的消费点 最后剩下两个名额 其实这两个名额都是国产车 已经跑不了了 大家应该都知道哪一款车 可是我相信大家比较想知道的是 谁是第一名 慢慢来我们先公布第二名 第二名就是横扫千军的 Proton S50 很可惜啦它小败啦 它在这个2023年呢 截至目前为止呢 它总共卖出了22,294台 其实这个成绩是不错的 但是跟去年的高峰期相比确实下跌了不少 首先呢其实也不是这两层没有竞争力啦 如果你以这个性价比来讲 配备性能跟外观设计其实它还是Top的 但是呢主要是因为这个订单已经消化完 然后加上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了 首先呢其实它的这个销量呢真的是被 HRV 跟 Coracos 分去了不少 所以它才会跟去年对比有一个比较大的落差 但是还可以卖出22,000台 我觉得这个成绩是不容小觑的 而且根据目前的趋势来讲啦 因为这个数据是统计到8月31日 所以接下来的4个月 我相信它的年销量要突破3万台应该不是问题 不过呢同样的也听说这款车会在明年年初 推出一个小幅升级的版本啦 至于升级了什么 嗯之前我们也是有做过影片啦 大家可以看一看 讲到这里第一名我就不用卖关子了 它就是Produa Artiva 其实Produa Artiva的这个销售成绩 跟S50真的是相差不远而已 截至2023年的8月31日呢 这款车卖出了22,453台 其实它们的差距真的是一点点 不过呢我是要称赞这个Produa Artiva的 因为这款车作为Produa少数顶配版本 突破7万马币的车子还可以卖的那么好 是我比较惊讶的 就连我们的摄影师小哥哥都买了一台 所以可以证明这台车其实真的是不错的 首先这一台车是Produa第一款 GDNGA平台打到的新车 同样的这款车也是第一台Produa的 混合动力车款跟涡轮增加车款 不过这个混合动力车款呢 暂时只提供主令啦 就是买不到的 不过除此之外呢 这款车还有很多值得称赞的地方 像是有大萤幕的足迹 数位化仪表 然后还有这个AXA功能 有这个ACC系统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这台车性价比来讲真的是满满 同样的有听讲可能会在明年年初 这款车会推出一个小幅升级版本 给你这个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 还有Stop & Go的ACC 所以想买这辆车的朋友不妨再等一等啦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等待的 以上我提到的6款SUV就是马来西亚市场最畅销的车型 你是哪一款的车主 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跟我们聊天一下 我必须讲这6款车型呢 其实竞争力都非常的强 不管你买到哪一款你都是赚的 是不是赞同我讲的? 赞同我讲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